一只笔芯的价格是0.44元 购买一千只需要多少元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这道题 第一种方法是移动小数点 一只笔芯是0.44元 十只笔芯的价格需要把单价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 十只的价格是4.4元 或者写成4元4角 买一百只笔芯是多少钱呢? 一百只的价格是十只价格的十倍 所以一百只的价格就是44元 很好理解 一只笔芯是0.44元 也就是一百分之四十四元 所以一百只笔芯就是一百乘以一百分之四十四 也就是四十四元 那一千只笔芯是多少钱呢? 一千只笔芯的价格是一百只笔芯的十倍 需要把小数点再向右移动一位 因为小数点每项右移动一位 相当于乘以了一个十 所以一千只需要花费四百四十元 0.44乘以一千 相当于0.44乘以十 乘以十 再乘以十 等于四百四十 第二种方法是传统的数式计算 为了证明移动小数点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 我们用数式计算来检验 先从最右边的四开始计算 4乘以0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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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乘以1等于4 或者看成4乘以一千 同样等于四千 接下来我们需要计算十分位上的4 这时需要0来补位 同样是4乘以0等于0 4乘以0等于0 4乘以0等于0 4乘以1等于4 因为最后一位0是补位的 不在计算范围内 我们还可以看成4乘以一千 同样等于四千 这里先忽略小数点 只计算一千乘以44 接下来需要把两个乘积加起来 0加0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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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0等于4 再把4落下来 所以一千乘以4千 所以一千乘以44等于4万4千 由于原题一千乘以0.44 0.44有两位小数 所以结果也需要有两位小数 从结果的最右边开始数 1 2 所以小数点标在这个位置上 最终结果是440.00 购买一千只笔心需要440元 1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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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